何炯是人人都知道的巨星了 综艺界的大咖47岁出道26年 却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热度 依然是娱乐圈的顶流主持界的天花板 是整个娱乐圈少有的长青树 何老师的业务能力算是业界翘楚 并且会说话情商高 更可贵的是他处事低调谦和 从来没有攀高踩低 不管星星还是大咖都一视同仁 主持节目时候 他还努力缩小自己最大画嘉宾 或者让自己的搭档发挥 这其中最好的证明就是何炯带出的 玛丽 王家尔 刘宪华 魏大勋 彭玉畅 更别提对于快乐家族的帮助和扶持 如果说郭德纲保护了整个德云社 那么何炯就是保护了大半个娱乐圈 在他主持的节目中 他都会尽量照顾到每个人 不让到场的嘉宾尴尬 也决不让在他节目中的嘉宾 因为说错话留下被大众议论的资本 他一次又一次机智幽默地帮嘉宾远场 帮他们化解了一场又一场的潜在危机 谢娜说过此声最感谢的人之一就是何老师 的确何炯帮谢娜远过很多次场 最经典是有一期快乐大本营 谢娜在节目中说 那个时候银屏上流行那种 很做作的主持方式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一辈子当不了主持人 做作的那个银屏上流行这种主持方式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一辈子都当不了主持人 句话是很招飞的 很可能得罪很多同行 而当谢娜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何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并进行了原场 他非常的聪明说 不能叫做作应该叫规范 不是 这还不 今天大家还是 都很好 这还会让前辈很不开心 没有 于是成功救了谢娜一次 何炯帮谢娜远场的次数其实数不胜数 比如在跨年晚会上 谢娜屡次强化 何炯无奈之下 只能用手反复碰谢娜后辈来提醒她 当中抽取本轮的网络幸运观众 会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可就这样 何炯还公开表示 谢娜你不要长大 给我添多少麻烦都没问题 你给我添多少麻烦都没问题 还说无论何时谢娜因生孩子离开 快乐大本营都有谢娜的位置 八卦君由衷感叹一句 谢娜得何炯这一粮食一友 一生无憾了 但她并不仅仅为谢娜原厂 很多网友调侃说何炯是娱乐圈最累的人 因为她快帮大半个娱乐圈的人原厂了 例如杨幂 杨幂还没有如今这么火的时候 参加过快乐大本营 当主持人让杨幂用一朵花形容自己时 杨幂说了个野花 大家当时都惊讶了 但是何炯非常机智 她立马提杨幂原厂说 是野花很坚强 结果杨幂与不惊人死不休 接着说家花没有野花香吗 于是可怜的何炯只能继续原厂 说杨幂所理解的家花没有野花香 并不是说家里有一个外面还有一个 而是说在片场风吹雨打 于是成功救了杨幂一次 还有一次关小彤在节目中 一个嘉宾说送小彤一个杯子 结婚的时候可以用 关小彤立马僵住了 当大道傻笑和炯会议过来说 结婚的事暂时不提 先祝极光之恋再破新纪录 结婚先不提 何炯机智地说 你是说青岛话的时 我们更加爱你 何炯真的是细致如微地观察到每一个细节 每一句话会引发的火 而他都把火灭在未然之时 除了在快乐大本营帮别人原厂 在别的场合何炯也在不断地原厂 例如向往的生活第一季 陈赫过来是懒洋洋的 非常不愿意干活 场面一度有点尴尬 于是何老师机智地对陈赫说 昨晚录到几点 要不然先去睡一觉休息一下 一句话成功的原厂 并且将陈赫兰散的形象 秒变成因为拍戏太累的勤快形象 并且在向往的生活的一期节目中 何炯也成功挽救了魏大勋 还说出了做艺人不出错的顶级秘籍 当时魏大勋前来宣传电影 说自己非常幸运参加了这样的剧组 每场戏都排练得很好 因为聊得太嗨的话 莫收住 又提到了自己因为演技被观众骂的事 就认为有些地方明明是导演 让演员这么拍的 结果戏出来演得不好 最后承担结果的却是演员 这句话一出来 现场就安静下来了 节目组还非常懂得加了个乌鸦音效 在场的每个人表情不一 何炯则直接转身对黄磊说 他应该是说他上一个电影《只子花开》 但是耿直的魏大勋 当时没有留意到何炯的意思 还说不是只子花开 说只子花开拍的时候没有这么细 后面才反应过来又补了一句 但是也很细 接下来何炯说 做人做艺人都不要去横向比较 你就讲这个人好在哪 你不会要说别人的不好 因为你不知道谁是别人 因为我曾被这样伤害过 别人其实是无心的 像大勋根本没有这种意思 但是如果我这么一拗 就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都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不知道谁是别人 我现在讲话 做任何事情 因为也被这样伤害过 你其实是无心的 像大勋刚才没有这个意思 但如果我这么摇 你就觉得他好像 没有这个意思都有这个意思 对吧 魏大勋虽然刚开始没有意识到 何炯是在救场 不过后面也对自己的讲话有所反思 而何炯帮鲍贝尔原厂的那次 算是救鲍贝尔于水火之中了 那次鲍贝尔聊女儿的事 一直在说自己跟女儿没感情 还说出了女儿是陌生人这种话 那时候你觉得她是一个陌生人 真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控制不住情绪感觉要发火了 何炯赶紧打原厂 说鲍贝尔的意思是 女儿是一个突如其来的 会有陌生的感觉 我觉得会有亲切感 但是也有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她是一个 就是从天而降的礼物 就是有陌生的感觉 对不对 瞬间觉得何老师帅炸了 何炯在换乐之城帮寒雪原厂 则真的感动到我了 何老师那颗保护嘉宾的菩萨心肠 人间难得 当时寒雪的舞台表演 因为灯光问题 有一小段穿帮 寒雪表演结束以后没忍住哭了 然后何炯就对现场的观众说 刚才被感动的观众 把你们的左手举起来 刚才有发现有一点点穿帮的 把右手举起来 然后觉得不影响 你们对这个作品的完美的 请鼓掌 全场观众在听完之后 纷纷举起了左手 没有一个人举起右手 观众也是十分的配合 何炯安慰寒雪道 你看连观众都没有觉得 你不要上心了 何炯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帮寒雪缓解了尴尬的氛围 其实何炯除了愿意尽心尽力 用自己的机制 帮别人化解尴尬和危机外 他还是一个热心提携后辈 还不求回报的好人 他给了太多年轻人机会 而一切只是出于本心 只要他们发展好自己就满足了 2018年 出演流星花园 道明四一角色的王鹤蒂 在快乐大本营中 向何老师道歉 回忆当年戴面具的事情 因为自己当时没理解到 自己被淘汰了 何老师让他戴面具 继续留在节目中的意思 并勇敢地向何老师喊话 对不起 节目中强人眼泪的何老师 听完立马冲上前去 送给王鹤蒂一个拥抱 何老师事后也是在微博中回复道 谢谢王鹤蒂 你让我看到梦想成真的美好 让我听到希望落地生根的声音 我愿意和你一起成长 期待你的名字有更多新的含义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何老师真是面面俱到 只要有些许机会可以成就他人 他都愿意一事 何老师帮助过的艺人遍及半个娱乐圈 而他帮助过最多则当数一下几位 一 王嘉尔 王嘉尔本身是韩国组合出道 后来回到内地发展 而起初回到并不顺 加上中文不太好 当时应该遇到了最迷茫的时候 后来王嘉尔受到了 拜托了冰箱的邀请 认识了他的何哥哥何炯 而从此之后 何炯就一直帮助他 一直给他机会参加综艺 其中明星大侦探 以及快乐大本营 都有何炯的推荐 可以说何炯帮了他不少 而何炯也在平常的采访里表示 嘉尔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男孩 他每天都在努力 因为他害怕被追赶上 所以在王嘉尔的演艺道路上 何老师一定帮助很多 二 魏大勋 魏大勋被称为大本营的大儿子 而多次上大本营提高曝光度 可以说是给魏大勋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当然他的综艺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 而魏大勋出道 就是因为何老师的一部电影出道的 可以说是何老师帮助了他很多 而在节目中魏大勋还表示 何老师还经常请他们吃饭 对他非常好 可见何老师的温暖 三 李一峰 李一峰有现在的成绩 除了个人努力外 离不开何老师的提携 曾是何炯导演的《只子花开》的男主角 何老师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力捧和鼓励 四 刘宪华 刘宪华在加入向往的生活之前 虽然也小有名气 但是大部分粉丝认识他 还是因为向往的生活 而何炯在节目中 更是像对待弟弟一样 包容着这个有点傻傻的呆萌的弟弟刘宪华 虽然因为文化地域差异大华经常闹笑话 但何炯都会帮他化解尴尬 说暖心的何老师带火刘宪华 相信大家也是认可的 五 景百人 何老师对于景百人照顾有加 除了被邀请到快本 他的电影等风来 何炯也亲自站台首映会 以实际行动进行无条件支持 所以何炯真的算是娱乐圈的专业伯乐了 被他帮助过的玛丽 曾在节目中泪洒现场 表示感激何炯五年的帮助 虽然社会上很多人把何炯的这些善意帮助 误独成何炯在立老好人人设 甚至有人阴谋论说他过于精明 装出这种伪善的样子 可殊不知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很多知名人士都表示被何炯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比如马东曾说过自己喜欢何炯的高情商和为人处事 黄磊说 何老师这辈子帮助了太多人 杜海涛说 等何老师老了 我要给他养老 何老师你老了之后我一定会养你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信念 李一峰说 他特别照顾我 在我最难受的时候 玛丽说 他不会因为身份而瞧不起人 他不会因为你的身份 或者是你是谁而瞧不起你 撒贝宁说 他是唯一的假想敌 杜毅宁说 何炯连每个人的口味他都记得 宁静说 何炯的人品绝对没得说 蔡绍芬说 连我老公都吃醋 我对何炯的崇拜程度 除了我老公之外 他是一个让我觉得佩服的男人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何炯真诚待人 将心比心 何炯真的配得上 那句已是乾坤大 有脸草木青 你入行就是 先就遇到了何老师 这个是我很幸运的 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是何老师 他会给我很好很好的建议 对你的影响是最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肯定是 谁会毫不犹豫地借你一百万 何老师 你再向何老师表白 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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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